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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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晚上好 各位师兄师姐晚上好 我要分享的是三个长生节宝宝 第一个宝宝是我的外孙 我的女儿想生他 等了很久都没有生 他流产了两次 当我完成第七次高级 我决定去帮她调整 当我完成第七级高级班后 我决定去帮她调整 我的女儿 希望她身体状况好转 可以在怀上宝宝 她的子宫很稀弱 我应用长生鞋 在C3C2和小腹子宫的部位 帮她调整 经过几次的调整后 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有明显的进步 刚好初中级班开课 我就追求她去报名上课 课程完成之后 我正义她去调整帐 让师姐你们帮她调整 我告诉她 你上了课 你的手也有能量 你有空的时候 就把手放在小腹子宫的部位 调整 过了没多久 她就告诉我 她怀孕了 并在几个月后 生下了一个男宝宝 这个长生鞋宝宝 现在已经五岁了 她去上英文课 还得了奖 这个是第三个的 等一下 这个是什么 那个第一个 不用放了 第二个长生鞋宝宝 是我朋友的孩子 她生了第一胎后 三年后迟迟怀不上孩子 她跟我说 她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 我就跟她分享并建立 用长生鞋的方法 我可以帮她调整 她非常喜悦的说 反正她等了那么久 都没有消息 不妨一试 我同样的用 把手放在西三和西二和小库 主公的部位帮她调整 我应付帮她调整了三次 没多久她就跟我说 喜悦的她怀孕了 我这个 这位朋友生的长生鞋宝宝 现在已经三岁了 也是一个男宝宝 长生鞋真的太神奇了 很感谢这位老师 将会我们长生鞋的本领 因为这个宝宝她是在某一些出事的 所以她投票的时候她妈妈就回去了 连没有给我照片 所以你们的照片分享 第三个宝宝 长生鞋宝宝 是我的姑姑的女儿所生 她结婚已经三年了 一直没怀上孩子 她曾经只肯怀孕 医生还告诉她 以后要怀孕很困难 后来医生还建议她做人工受孕 以我之前的经验 我建议她用长生鞋的方法 试一试 我可以帮她调整 她工作忙忙 没时间 没什么时间 所以我建议她用老师调整过的毛巾 进行调整 她照我的画 照我的指示 她老师调整过的毛巾 放在小腹 子宫的部位 她说感觉到人量的流动 过了没多久 她告诉我 反应了 并在几个月后 躺下一名健康的男兵 现在这个男生鞋毛巾 男宝宝已经一会多了 真的非常棒 很感谢 你调整过的毛巾 能量 真的太神奇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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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 用老师调整的毛巾盖在眼睛和额头上 过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在忙做准备晚餐的时候 我的腰突然感觉很痠痛 我便拿了 拿起调整过的毛巾放在腰间 不因为我的腰就不痠了 能继续的为家人准备晚餐 很感谢长生鞋能帮助别人也能帮助自己 真的太棒了 我要谢谢一位老师调整的毛巾 来可以帮助太多人 真的是太能用了 老师调整的自由 老师要再继续帮我们调整毛巾 好 我们谢谢方处儿师姐 师姐你先不要